苗栗竹南的袁瑾在巡邏時發現疑似有車手在大量提款 一路跟肩埋伏 結果當場查獲四名的詐騙集團成員 車手在逃跑路途中 就把剛剛提領的髒款全部丟棄 白花花的千元大鈔散落在草地上面 袁瑾一一撿回清點 麻煩龍舟碼頭支援支援 袁瑾衝向前圍捕 嫌犯瘋狂逃脫 其中一人還想穿越民宅 被當場壓制 混亂中 兩名未成年車手邊跑邊把手中剛提領的髒款 通通丟在地上 公園草地上散布白花花的千元大鈔 袁瑾一一撿起來清點 厚厚一疊 算一算一共有30萬 本分局掌握車手特徵 行裝 巡線埋伏查器 原來是兩名未成年車手提領髒款時 被警方鎖定特徵 埋伏跟肩 剛好撞見兩個人跟詐騙集團的成員相約交付 袁瑾衝上前逮人 嫌犯拔腿狂奔 還把30萬髒款全撒在地上 還好最後人髒巨貨 一毛也沒賞 記者彭光石 苗栗報導